好啦小朋友趕快起床 跟爸爸一起去路跑吧 台灣人封路跑封道啊 你現在看看臉書上面 版上面有多少人都在路跑拍照 台灣現在一年舉辦 將近500場的馬拉松 等於天天有馬拉松在跑 現在已經紅到國外去 成了另類行銷了 有日本的插畫家 來台灣參加馬拉松啊 很有心得哦 把它畫成了插畫 來介紹台灣馬拉松 也吸引更多的日本人 到台灣來參加路跑 天氣好冷 日本小女生全副武裝 穿著外套也要熱身練習跑步 愛上台灣馬拉松 準備明年要加入 國際代魯閣馬拉松比賽 我來年也想參加馬拉松 很喜歡 就是像日本的話 很少有這樣子的活動 台灣路跑活動夯 一年會有舉辦進500場 還因為不少主題 不管是color run 還是造型慢跑 有趣又好玩 吸引不少外國朋友參加 成了另類行銷 日本知名插畫家高木之子 還因此來台參加馬拉松 把心得分享畫成插畫 介紹台灣馬拉松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床空殺 還有一遍吃點心 還有晚上跑 對 我覺得很棒 台灣馬拉松受到外國人喜愛 主要是因為台灣美景的感染 像是知名的城市馬拉松 今年12月21號舉辦時 執行39個國家 2077位外國人 其中日本人就佔了山城 國際太魯閣馬拉松 因為可以穿梭在峽谷之間 光是外國參賽者 等於四年就增加了兩倍 一方面他們是來觀光 一方面他們是享受這樣的峽谷路線 他們很喜歡這樣的峽谷路線 台灣舉辦馬拉松 不僅有創意 也結合特殊地形以及特色 運動路跑夯 順勢將台灣文化推展到國際 馬拉松絕對走進去 傑城的馬布斯台北採訪報導 好 好 好